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出席眾議院慶政會 過去一個星期,全國每日平均新增個案 比起前一個星期多了三成多 二十多個州份,病危增幅超過百分之五 福奇形容情況令人擔憂 福奇又說,現在多種新型肺炎疫苗,研發都有進展 可望在今年年尾,又或者明年年初,研發成功 其中一種下個月進入第三階段測試 至於總統特朗普早前建議,減慢測試速度 以免令到確診數字高企 福奇就說,他和白宮抗疫小組其他成員都沒有收過相關要求 強調會被更多國民接受檢測 疾控中心主任雷德·菲爾德就說,秋季流感季節就快到 同新型肺炎同時爆發,會增加嚴病風險 呼籲民眾及早接種疫苗 特朗普就在社交網站說,國內確診個案持續上升 是因為不斷擴大了檢測範圍,而且比其他國家重要多 因為華府應對疫情表現出色 又說福奇認受性高,質疑只有散播假消息的傳媒 才會對政府的抗疫工作給予負面評價 有線電視記者李進來報道 дальше 故事